当最想要的东西摆在眼前 你是否还能保持冷静 欧文主场苏醒但还不够 就像那个45度弹簧而出的三分 冬季齐显得着急和沮丧 最后只能溜饭坐在场下 接受这场失利 篮球终究是一项团队运动 凯尔特人输过 他们在22年痛失好局 他们犹豫 摇摆 迷失在墙头三分里 现在他们能在三分投不进的情况下 在9比22落后的情况下 在领先被追上的情况下 靠场上的五个人 而不是某一个人营球 独行侠的确没有这样的团队实力 记得用了11个人 因为他需要尝试谁是最好的状态 他们当然清楚 这也许是他们扭转天平最后的机会 所以不论外界有多不喜欢 塔图姆和凯尔特人 他们距离总冠军是那么近了 塔图姆仰天长笑让人印象深刻 即便如果他不是FMVP 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向伟大的杰里维斯特表达敬意 他曾数度在总决赛失败 历史唯一的败方MVP 但我相信在他心里 一定是1972年的总冠军最为甘甜 与其成为主角里最耀眼的败方MVP 不如成为历史长河里实至名归的总冠军